而乌军的火炮也让反攻更加顺利的进行 在装甲部队推荐的同时 乌军最新公布的视频显示 乌军使用M777火炮 帮助清理前方俄军阵地和装备 各兵种之间配合是非常的默契 咱们来看ISW战争研究所的最新评估 乌克兰在赫尔松州的反攻 已经引起了该地区俄罗斯军队的注意 俄罗斯人正争先恐吓地保护乌克兰人 威胁着重要的地面通信线路 乌克兰军队对英乌莱茨河东岸的定居点 进行了一系列有准备的散步 这些人实际非常接近 俄罗斯军队向北的一条重要攻击 俄罗斯军队向北的一条重要攻击 俄罗斯军队对英乌莱茨河东岸的定居点 其中有一次把集中使用的桥梁 共和的旗坎 等它们由您拥有也要 真实际安排 逆过一条重要攻击 二条坑 陆住在一条任务图 兼的空间 韩国是在一条大队 并不准处 你拥有你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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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